没想到下午的任务非常多而且繁琐,等他们弄完这些任务都已经到了晚上。 这里的山路还有点深啊,大家可走得小心点,黑灯瞎火的。 丽锦觉得脚下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,整个人朝着另一边歪着倒了下去。 于千帆眼瞳俱阵,他直接伸出了手先护住了丽锦的脑袋。 下一刻,丽锦和于千帆两个人直接从那很深的斜土坡上滚了下去。 于千帆,你有没有受伤啊? 我没事。 他抱着丽锦直起身子。 这片都是枯草地,土很松软,我没事。 这是哪儿啊?会不会有狼啊? 说什么胡话?不是深山怎么会有狼啊? 很快设置组的人就会来的。 于千帆阻止了丽锦的发散思维。 他看着因为惊吓过度被他抱着都没有注意的小姑娘, 突然觉得这是今天最舒服的时候。 别害怕,狼来了也是先吃我。 匆忙杂乱的脚步声传来,摄事组的人找过来了。 丽锦,于千帆! 我们在这里! 我们都没有受伤! 一直都目光呆滞的苏宝,终于醒过神来。 他直接从大人身上正脱开,飞快地往丽锦那边靠了过去。 苏宝扑进了丽锦的怀里,他张开嘴巴,像是鱼得到了喘息,嚎啕大哭起来。 你吓到了吧? 对不起,苏宝。 我,我,我害怕,你不要走,你们不要走,我害怕。 摄事组的人让丽锦和于千帆赶紧回去休息和接受检查。 回到自己房子,他没有躺下睡觉,而是拿起了本来给苏宝准备的话具。 颜料散开,他的心情随着暖色调的韵染变得缤纷起来。 这一话,他直接无视了时间,丽锦在画架前面一坐就是一个晚上,直到清晨的光重新从窗外透进来,丽锦才收了自己最后的一笔。 听见楼上似乎是传来动静了,丽锦拿起画就冲上了楼。 于千帆! 于千帆正在给刚醒的苏宝泡奶粉,转身就看见丽锦鞋子都没有穿,光着脚丫上来了。 你…… 他刚要皱起眉头,丽锦就把面前的画直接递了过去。 呐,送你的! 我真的很感谢你。 我觉得,好像你在我身边的时候,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。 说不定,我以后不混圈子,成了画家了呢。 这幅画以后说不定,千金难买。 不用以后,现在在我手上的,就已经是千金不换了。 所以我会看到那个人的画家,在这幅画上的画家。 在这幅画上的画面上这个画面上带你自己的画家。